好 回到現場我們繼續來做討論 當然呢 我們接下來繼續來看到 不可避免的還是會開啟 所謂大罷免時代的骨牌效應 因此現在有一些學者就提出 應該要修法了 台大正式系銷售王葉莉老師 呼籲藍綠在罷免案落幕之後 可以針對選罷法好好坐下來 討論出一個適當的門檻 他認為呢 罷免在其他民主國家很少存在 如今已經被操弄為政治攻防的策略 問一下這個立文姐 我剛好在吃東西 那本來就很好吃 飯味很重 我也覺得這個門檻應該要修 否則的話真的是沒完沒了 然後呢現在因為是卡在黃國昌反對嘛 否則的話我認為這個門檻真的太低了 以前台灣就是曾經年年選舉 勞民傷財就是一直不斷的內耗 所以我們後來才修法修憲 變成兩年選一次 兩年選 中央兩年地方 然後再來兩年選中央的 把所有的選舉通通湊在同一年 花了多大的功夫啊 所以現在台灣兩年選一次 結果你現在罷免變成年年選 而且罷免不是選一次是 如果你罷免過了還要再正式的選舉 是選兩次 再加上原本正式選的那一次 只等於三次 你選一個職位要三次搞定 而且永遠搞不定 你這個東西會使得台灣陷入 無窮無盡的混亂 你願賭服輸嘛 選舉不就是這樣嗎 那你輸不起 你輸了不認賬 你就要冰等 你要重來你要搞罷免 沒完沒了啊 所以這其實對台灣的整個的民主政治來講 是非常不利的 是非常錯誤的一個發展方向 所以我舉雙手贊成 我就是認為國民黨應該要把門檻提高 如果民眾黨不支持的話 事實上表決國民黨還是有可能會過 還是會贏啊 應該要把這個門檻提高 否則的話我覺得這樣子 真的是沒完沒了 一直惡鬥下去 其實對台灣整體是非常不利的 每天都在搞選舉 每天都在想著要怎麼樣能夠搞對立 把仇恨值拉高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搞政治的人 或沒選上的人 或想選上來蹭熱度的人 每天都在想這些事情 那整個台灣整體的 我們的整個的國際局勢 就已經兩岸關係 對我們非常的不利了 再加上台灣內部 內耗了已經30年了 台灣所有的問題都已經非常的嚴重了 但是有哪個政治人物每天在想正事 在討論正事呢沒有 台灣進步期再這樣子蹉跎耗下去了 所以我真的認為 在這個會期就把罷免的門檻提高 否則的話明年就要面對一個全 整年都在搞罷免啊 就是一個全方位的罷免大戰了嘛 立法院民進黨要來搞幾席國民黨的 國民黨一定會懷疑顏色 也搞幾席民進黨 喊不讓當加起來就十幾二十席 他就是一個全國性的大選 然後只要有罷免過了我想 不可能十幾二十席都過 但是一定會有幾席會過嘛 對不對還要再選一次 這怎麼受得了啊 我問一下靖平哥 其實民進黨現在念資在資了 就是他們是在國會是沒有過半 是少數嘛 所以可以預見的是接下來這個罷免 還是會持續推動吧 當然今天的這個基隆市長 謝國良罷免案沒有通過 對民進黨來說就是一個嚴重的警訊 然後也是警告他們 也是給他們看 你們明年二月一號要在立法委員 今年選完之後的 明年二月一號任期滿一週年之後 開始這個行錯那個 再來大罷免潮的氛圍後 給你們一個警告 謝國良這個案子 就是讓你們知道不見得 你們想推什麼罷免案都會過 剛剛令文姐跟大家說明了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台灣除了年年選舉之下 耗費社會的這個動員 然後也撕裂了整個社會 造成了兩邊的這個對立之外 就是這個罷免不同於選舉 是選舉我喜歡哪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人不錯 他的政見政策吸引我 我就支持他 可是罷免就是一種 無窮無盡的仇恨動員 這個無可否認吧 因為你討厭他 你不爽他 你不喜歡他 我想盡辦法要拉掉他 然後他講什麼都不好聽 他做什麼都不好看 然後他的所有政策 我都不看在眼裡 反正他的所有的政策決策作為 都是負面的 我就是努力的去醜化他 羞辱他 甚至把他做成另外一種 一種似是而非的表 甚至有還弄到激進造謠的這種地步 那這就是一種仇恨動員 台灣不管是從韓國瑜 當年在高雄市長被罷免 到今天謝國良也面對這個 同樣的地方首長這樣的一個問題 還有過去幾年也碰到很多的 從議員到立委都有面臨罷免的這個問題啊 對不對 然後我剛剛講仇恨動員 通常罷免就是一個地區 他不像選舉的時候 是全國的所有立委一起選 或全國的縣市長一起選 那大家就是各區選各區的 然後不管是執政黨在野黨 你都沒有辦法是過度去集中你的力量 在某一個區去保護或者是幫助那個人 或者是要去拉下那個人 可是罷免案就是那一個區 或是那兩個區那三個區 然後通常執政黨就好整一下 我可以動用很大的行政資源 然後全黨打一人去把這個人拉下來 然後不管怎麼樣去仇恨式的動員也好 或者是負面式的抹黑也好 就是把它弄得很髒很臭 然後再加上浮以一些新聞事件的爆發 或者是有一些是有一些狀況 或是負面的這個新聞的議題的操作 然後讓當事人啊 可能還甚至面臨官司的這個問題 不斷的加上媒體加上輿論的聲量 就會讓那個人被仇恨動員罷免成功 我講的比如說像之前的這個台中市 就是顏清標的兒子顏寬恆 他在上一屆不就是這樣被罷免掉 罷免完了之後 而誰參與補選 就是林靜儀 那林靜儀參與補選選上了對不對 那一年台中一直在選舉 後來緊接著碰到今年 就是去年到今年又接著大選了 林靜儀當沒多久 又面臨大選了 結果大選了之後 他又輸了 又敗給了這個顏寬恆 那好在現在賴清德 把他拉去當衛福部的次長 要不然林靜儀又沒位子了 沒位子之後 是不是又要回來再打一次 再去罷免顏寬恆嗎 你要這樣子選上了顏寬恆之後 罷免了他 然後換林靜儀去補選 林靜儀當選了 然後結果大選的時候 林靜儀又輸掉了 顏寬恆又當選了 然後你要再想辦法 把顏寬恆拉下來 然後林靜儀再去補選嗎 就剛剛一開始 我跟立文姐 我們在講的不累嗎 基隆人的狀況 你投射到所有全國各縣市 你不累嗎 蔡培會也是這樣的啊 在南投的時候 對不對 然後後來他這個補選上 結果後來又輸給了油耗 不過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嗎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 不斷的週而復始 一再的重演 只是區域跟地方換的 然後選區換而已 然後你就是仇恨式的動員 當然這一次 謝國良罷免案 謝國良罷免案沒有成功 那也給2月1號 到明年滿中年之後 當然有些立委 你剛剛講的 民進黨他因為在國會沒有過關 能夠拉下你藍營一個是一個 對 比如說我今天就有聽到那個 那個洪威姐 他有在這個友台節目有講到說 以台中市的這個盧媽 他們所這個帶領的幾個年輕的立委 最危機是福啦 比如說羅庭委委員啊 黃建豪委員啊 還有這個廖偉祥委員啊 這些都比較可能危險 那當然著眼點就是在於 剛剛那個立將軍有講到 他們的本身的差距不大 就是在驚濤駭浪中 不是那種大贏幾萬票 五六萬三四萬 可能一萬票一萬票上下 一萬多票或幾千票 或者是像葉原資委員 之前他們不是還發明了順口六 什麼要罷就罷葉原資 市值跳軟的吃 也毫不避諱 直接這樣子羞辱原資委員 我覺得對他也很不公平 雖然念起來順口六很記得住啦 但是這算什麼 這不是這樣子罷免 看你票數少我就拉下你 還有包括我們桃園的沿海地區 本來就是屬於立區的大園新屋 揚眉觀音的這個圖圈級委員 要去罷免他 那個都沒有意義 我覺得冤冤相罷何時了 你罷國民黨立委 不管你拉下從北到中到南 哪一個選區的國民黨的 藍營的任何一個立委 但請問你 藍的立委被你罷免 人家不會去罷免你綠的嗎 不會去罷免吳施瑤嗎 不會去罷免你中正萬華地區的 這個吳佩毅委員嗎 不會去罷免你這些 也是選區贏的差距也不大的 這些立法委員嗎 台北市新北市都一樣啊 你要罷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委員被你罷了 或者是罷了成不成功與否 那都是另外一回事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一個煎熬 當然人家就去罷你民進黨 民進黨就會說 你幹嘛罷什麼吳思雅 你幹嘛罷我們民進黨立委 開玩笑 你能罷藍委 人家不能罷你綠委嗎 你要罷誰 人家就來罷 就像跑步一樣 就像石神電影的台詞一樣 這不就像跑步比賽游泳一樣 你不就是你做什麼動作 人家也做什麼動作嗎 那你們要搞成這樣子 二極化的兩邊對立嗎 那沒有意義 只是讓台灣 重複不斷地 陷入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我奉勸民進黨 明年二月一號 包括你的側翼們 你的所謂的青鳥青島們 你的戰友們 你的這些網軍們 收手吧 真的收手吧 好好的這個 在這剩下的任期 你們今年選上 你們還有立委和總統 你們還有三年的任期 三年多 這段時間 好好的做一些 扶國立民的政策 好好把政事做好 不要整天想的 我立法院 國會席次沒有過半 我只差一兩席 我拉下國民黨的立委 拉下一席 四一席 我就可以執政 就可以過半 不要做夢了 你們用這種方式 小心偷雞不著十把米 就算 我就推一萬步講 就算你們的這個目標 想要達成了 人家也會想辦法去扯你 把你給拉回來 那這樣的一個恐怖平衡跟張力 你要弄到什麼時候呢 你把政事辦好 四年後再來 三年多 四年後再來決戰一次啊 民主政治選舉不就是這樣 搞這種惡意的罷免 真的是為什麼叫惡霸 為什麼這次叫挺善良 反惡霸 就是認為說 你這罷免出發點 整個就是動機完全 讓人家就會去質疑你嘛 那完全就是陷入那種 惡意的跟仇恨式的 所以我覺得 就台灣民主政治 為什麼 學者王業力老師 以前我當記者的時候 常常採訪他 他是一個民調專家 以前在東海大學 非常專精於在這方面研究 民調數據還有統計學 那現在到了台大去教書 他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一個看法 就是他這些這十多年來觀察台灣的政治 如果都是一直陷入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話 對於地方政治像基隆市長 跟之前韓國瑜院長 在高雄市當市長被罷名的時候 這對地方建設政治來說不是好事 因為你建設的狀況你就會狀況衝斷 然後而且你會讓很多的這個公務員 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你對於這個國會來講 你用這種方式只是想要擴大你的地盤 然後完完全全執政 府院黨一把抓全部都歸順於我 夠了吧 民眾其實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認為說 民進黨如果聰明一點就收手吧 否則你們用這種方式 三四年後啊 這個在2028年再選一次總統跟立委 搞不好你們會輸得更慘 全輸啊 不要用這種方式 考驗台灣人民的這個智慧 所以我才會奉勸民進黨 綠營及綠營的側翼 和這些鐵衛軍 還有包括激進黨們不要再異想天開 正式不做整天想著去罷免人家 因為你要罷免人家 人家也一定會罷免你 你等著喬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探光清爽高防曬凝露